民众党主席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在台北联谊担任小儿科医师 7号却发文字曝 9月底要提早退休 自嘲离开不是人生规划 只是个人医疗专业 已经不符合北市卫生局要求 还提到有人建议她 要在院外门诊部开单 再叫病人拿单回院区 抽血做超音波等检查 才算是符合卫生局的业绩 让病人跑来跑去 她直呼这根本是施展骗术 就觉得比较夸张一点 S光什么的时候 在别的地方做好 就会觉得比较麻烦 都会不方便不是吗 我都来了 然后你还要叫我去 而且有时候一等很久 并不是陈佩琪医师 她个人的能力不足 主要是因为人力各方面的协调 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 陈佩琪表示 现职院外门诊部的编制 就只有她一个人 身为小儿科医师 却得做成人见检 口腔癌筛检 失智评估等 非本身专业项目 还会被卫生局要求业绩 按量没有强制性 只有她一个人 我想这个院区 可能还要再去了解 在计划里面 标明有一个组织医师 还有一个护理 或者是这个药师 另外还有一个是 门诊的作业的行政人员 院外门诊部计划 原本是为了方便市民就诊 实际执行上 病人得院区院外两边跑 人力不足 医师看诊 还多出许多非自身专业的项目 许多医师不敢说 等到心灰意冷 要退休才敢踢爆 长期被压榨的内幕 记者黄天耀璋 TV台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